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们的轻角就不同 那么这个轻角到底和我们火车的速度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做一个图实例分析一下 这是一个轻角 就是我们在我们轨道上运行的火车 为了让我们的火车和我们的轨道之间 只有这个方向的弹力作用 没有水平方向这种错力的作用 所以我们对于这个轻角的角度是有一定要求的 那么到底有什么要求呢 咱们手里分析一下 首先我们这个轻角 我们这个斜面对火车 它的作用力是在这个方向 没错吧 就是我们的弹力 下面呢是我们这个轻角θ角 好吧 弹力方向 然后呢 重力方向它应该是数值朝下的 MG的方向 没错吧 弹力和重力的合力呢 应该是向心力 向心力一定是水平方向的 为什么向心力一定是水平方向的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是吧 因为这个火车它转弯的时候啊 它肯定是这样转弯的是吧 它肯定是以水平面上某一个点转弯的是吧 你如果那个原型不在地面上啊 它在天上的话 那火车就飞到天上去了 这不可能的 所以呢 这样的话我们就分析出来了 那么分析出来之后呢 我们的合力定多少啊 有人说 这个角度非法强是吧 合力等于N乘以3θ 应该没有意义 因为N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呢 F和它应该等于MG 乘以tanθ 就是我们的合力 它应该提供向心力 等于MV方再除以R 没错吧 所以呢 我们的tanθ 就应该等于V的平方除以加 所以分析出来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就是如果在7和21的情况下 这个V越大 我们这个火车它的轻角 轨道的轻角是不是也应该就越大一点了 是吧 如果说 如果轻角太大或太小都会出问题 是吧 比如说那个西班牙以前就出过一个事故 就是那个火车在过弯的时候啊 它就飞出去了 就出轨了 死了好多人啊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这样的 那个轨道本来是给普通列车用的 但是呢 他们国家后来有了高铁啊 高铁也在那个轨道上用 正常情况下说啊 高铁开到这段铁路的时候呢 它应该减速啊 减速呢 以比较低的速度通过那个转弯 但是呢 那次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啊 那个高铁没有减速 就直接以很快的速度通过那个弯了 然后呢 就非常顺利的飞出去了啊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故啊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模型 就是我们的火车过弯模型啊 分析的是我们这个速度和我们轻角时间的关系 那么第二个模型就是水牛吸模型 就是你拿一个杯子 装一个水 然后转转转转转转 它可以在数值平面内转起来 它可以沾到最高点去 这是个杯子啊 杯子里面沉了水 以它为转转 它是可以转弄的 有错吧 那么在最高点的时候 它水可以不掉下来 那么 对于这样一个模型 那么请问在最高点的时候 我们的速度 有什么要求 极限情况是什么情况 极限情况就是我们这个水和这个杯子之间 正好没有弹定作用 是吧 完全由重力提供向心力 也就是说 MG等于MV方除以2 但是V呢 等于根号下G2 是吧 转到最高点速度的最低要求 应该等于根号下G乘以2 这就是我们水牛星模型 在最高点的这么一个临界速度 把这个模型拓展之后呢 就是我们在平时做题的时候呢 很容易遇到的一种问题 就是在一个这样的圆环里面 是吧 有个小球在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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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通过最高点的极限速度是多少 最小速度多少 通过最高点的最小速度 是不是也是MG等于MV方除以2 是吧 也能算出来此时最小速度V呢 等于根号下G乘以2 当然呢 如果说你已经学过 那个动能定理部分内容的话 你应该知道 肯定学过了 只过你忘记了是吧 甚至还能算出来最低点的 最小速度 它应该是多少 是吧 这个模型跟我们的水牛星模型 基本上是一样的 当然呢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 因为呢 我们这种题除了这个模型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模型 是吧 让它区分清楚 另外一个模型呢 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呢 它是有双侧的 双侧的这种圆筒的话 要注意了 是吧 双侧的圆筒 能够通过最高点的临界速度 不是根号下G乘的 而是零 是吧 只要你有速度就能通过 是吧 所以呢 这样的这种双侧 都有这种阻碍物的这种 应该叫圆管 它的最高点速度呢 临界速度呢 应该是零 是吧 所以呢 一定要区分清楚 单侧圆环 和双侧圆筒之间的区别 有一个是存在最高点 临界速度 高下G乘的 还有一个呢 它是不存在的 那么这是我们两个 课本上最典型的实例 一个是火车过弯 一个是水牛星 我们做一道题 诶 有人说 看完这个题目之后 表述了万年章 你是不是坑我 是吧 明明说的是火车过弯 结果你弄压飞机过来了 那么这个题目 它真的是一个飞机的问题吗 诶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说空客A380飞机 世界上最大的客机 在无峰的条件下 一定的速率V 在水平面内转弯 则下面关于机身 和机身的轻挡θ 和转弯半径间的关系 是什么 我们来看 我们来画一下 就比如说这个飞机 长成这样 这是机身是吧 这是一个机 这是另外一个机 OK 两个机 长得有点像鸭子了 这两个机 然后这个机身呢 和水平面的夹角 是θ角 让我们对这个飞机啊 进行 以下手里分析 这个飞机呢 肯定是要两个力的作用 是吧 一个力呢 是朝下的重力 还有一个力呢 是我们翅膀的伸力 翅膀伸力是数字朝上 还是垂直我们的翅膀朝上 我们觉得应该是垂直我们的翅膀朝上 是吧 所以呢 这个翅膀的伸力在这个方向 我们用F表示啊 没错吧 我们的重力呢 在这个方向 它们俩的合力呢 在这个方向 要注意啊 这是我们飞机的 从尾巴上看过去的那个图 当然你觉得从机头看过去也可以啊 是吧 真的的飞机是这样的 就比如说 这是飞机的两个翅膀 是吧 这是机头 它这样去飞的 明白吧 我们是从后面看过去的 所以你能看到两个翅膀和一个圆筒形状的机身 呃 赤巴脚是哪个脚啊 双垂直再用一点是吧 它和它垂直 它和它垂直 所以呢 上面这个脚是赤巴脚 所以我们就很容易得出来 我们的向心力 它应该是做啊 应该是 这个是MG啊 等于MG 成于tan的赤巴 这是我们的向心力啊 向心力 它应该 合力呢 它应该等于向心力 等于MV方再除以一个R 是这么回事吧 哎 通过这个式子 我们很容易算出来 θ 和半斤的关系 R等于什么 V的平方 G tan的θ 是不是有单一个式子啊 所以呢 同学们应该知道啊 以后呢 如果说啊 你知道这个飞机的速度 通过观测呢 也发现了这个飞机 它和数值面之间的夹角的话 那你就能通过这个式子 算出来这个飞机转弯的半径 是多大啊 有什么用处 我也不太清楚啊 比如说 对吧 你准备把飞机打下来的时候啊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算一算 飞机将会出现在每个位置啊 但这样好像不太和谐啊 你能说一说 比如说呢 物理其实是个非常神奇的学科啊 它可以预测啊 我们这个飞机将会出现在什么位置 OK 你如果真的把它放到军事系统里面去 我觉得还是有点用的啊 那么第二题呢 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问题啊 溜冰运动员的问题 咱一起来看一下 加以两名溜冰运动员 加的质量是80千克 你的质量是40千克 面对面拉着弹簧秤 做远舟运动表演 两人相距0.8米 弹簧秤的次数是9.2纽针 下面判断正确的是 那么这个题目呢 我们有几个点必须得判断清楚 这样你在做这个题的时候 就会比较简单了 第一个 就是啊 这个弹簧秤 既拉到甲 它也拉到乙 说明什么问题啊 说明弹簧秤对甲和乙的拉力是一样的 乙和甲他们的向心力是相同的 这是第一条 除了向心力相同之外呢 还有另外一条 就甲和乙他们之间的角速度会有个关系 他们的角速度应该是相等的 有人说为什么相等 我和你永远都面对面 是吧 我转一圈 你肯定也转一圈吧 我转三圈 你肯定也转三圈吧 如果我们转的圈都不一样的话 就撞在一起了嘛 所以呢 两者的角速度一定也是相等的 如果说角速度和向心力都相等 那我们来看一下 M甲乱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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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 总长度是0.9米 所以我们的原心肯定在这个点 这个长度是0.3米 这个长度是0.6米 是这么回事吧 一个是0.3 一个是0.6 我们要看对不对 第一个他们两个向心一相等 就是一相同 就是对的 他们的半斤相同不对 他们的半斤不同 甲为0.3 也为0.6 这个是对的 所以B和D是对的 C是错的 那么至于A 限速度应该是多少 其实我们需要算一下 但是A肯定是错的 因为他说两者的限速度是相同的 他们的限速度是什么关系 他们的限速度之比是几比几 限速度之比是不是应该是1比2 因为他们的角速度相同 半斤之比是1比2 所以限速度之比应该是1比2 至于限速度是多少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这个算法也不难 你选择甲合乙中的任何一个 进行速度分析 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分析是可以的 是吧 80千克 乘以 我们应该不知道 乘以V的平方吧 再除以个0.3米 等于9.2纽顿 大家算一算 V平方等于多少 V平方应该等于 等于9.2 乘以0.3 再除以个80 大概是 反正肯定是个特别小的数字 就2.3 3除以80 大概是三十分之一 大概是 大概 应该是 0.2 到0.3 之间这么一个限速度 这个40 它肯定是个错误的答案 OK 选择必合力 第三题 从第三题 答案怎么出来了 我们先不管它了 我看一下 是不是我按错了 那我们来看第三题吧 这个答案已经出来了 我们先 甭管那么多 出来了 你还是不会做 如果你只是要看个答案的话 听我们的课程 就没有意义了 答案的话 在哪都能摆住了 先看一下我们的题目 用一根细线 一端寄住小球 另一端固定在光滑的追顶 如是所示 说小球在水平面内 做圆周运动 角速度是Omega 那么细线的拉力是FT FT 所以Omega的变化关系 图是哪一个 如果说你考试的时候 遇到这样一个题目的话 你怎么去让你的正确率 尽可能的高呢 其实我们可以很快 排除掉一些答案 A和B可以瞬间排除 为什么 当角速度为0的时候 我们这个球和这个 斜面之间肯定会有一个弹定作用 A和B都不对 是吧 你看Omega等于0的时候 我们的拉力为0 拉力也为0 所以A和B都是不能选的 那么只能从C和D中选一个 这个线不对 这个线应该是有实现的 那我们只能从C和D里面选一个 那么C和D呢 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 什么区别呢 首先啊 我们的第一段是差不多的 第二段有一个是过远心的 有一个是不过远心的 那么到底应该选择这个过远心的 还是不过远心的呢 貌似有点难度啊 那么怎么算呢 我们应该知道 它这个运动分成两段的话 肯定对应的是我们运动的两段 力的两段 肯定对应的是运动的两段 这一段呢 肯定是我们小球还在斜面上 没有分离是吧 这个点就是临界点 叫做分离点 过了这个点之后呢 我们小球就在空中飘起来了 是吧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算一算 后面这段飘起来之后 它这个线到底过不过远心 这个角是α角 因为数据分析是这样分析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拉力 重力 两者一起提供水平方向的向心力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知道α角的话 就可以利用MG去表示FT了 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的核心 就是把α角它的表达式给写出来 怎么可以写法呢 首先呢 我们的合力 它应该等于 MG 乘以贪金的α MG乘以贪金的α 是吧 它应该等于向心力 也就是M Omega平方 再乘以一个L 这个长度是多少 L乘以3α 没错吧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数字 向心力 合力提供向心力 列式子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初衷是什么 你列这个式子是为了求谁啊 你是为了求α 是吧 所以你不要列了列了 就把Omega给算出来了 这是不对的 Omega是当成一个以质量去表示 它可以表示为3α 除以靠3α 是吧 这个3α可以跟这个东西消掉 也就是说靠3α 等于G Omega平方 再比较L 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式子 把α求出来了 求出靠3α之后 你会发现 FT乘以靠3α 等于MG是吧 所以呢 FT 它等于MG 除以一个靠3α 没错吧 等于MG 乘以Omega平方L 再除一个G 等于M Omega平方 再乘一个L 非常简洁 非常漂亮的一个式子 M Omega平方 乘以L L是一个定值 M是一个定值 所以啊 我肯定是一个因子几数 而且一定是过我们的原心的 是吧 因为FT是正比于Omega平方的 当然呢 当然应该选择C选项 而不应该选择D选项 是吧 所以这个题啊 说实话 你即使不算 你应该有50%的认识率 OK 即使你不算 你应该把A和B 也可以瞬间的排除掉 当然呢 我们这是一个讲课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也不能把答案直接写出来给你了 我们还要把第一段算一下 是吧 看一看第一段 它到底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函数 怎么去算 会更加的快一点 更加的简洁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第一段是还没有飞起来的情况 是吧 所以呢 我们这个小球还应该在我们的斜面上 重力的朝下的啊 FT 有错吧 这边呢 有个弹力 N 好吧 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应该是 同学问 我用的蓝色的笔表示 这个方向呢 它应该存在一个 如果蓝色的笔表示 它不是我们的力 我们需要有这个方向的合力 合力认为多少呢 Om²L乘以3θ 没错吧 那么这个题目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水平数值分解 还是沿着前面垂直前面分解啊 水平数值沿着前面 因为你看水平数值的话 Mg是在水平数值是吧 这个向心力它也在水平数值 好像有两个力是吧 沿着前面和垂直前面呢 沿着前面和垂直前面是吧 它也有两个力 是在这个方向 所以它无论哪个方向都挺好的 那么到底选择哪一个会更加简单一点呢 我们选择了后者 沿着前面和垂直前面 为什么沿着前面和垂直前面呢 原因很简单 是吧 我们之前是说过啊 让尽可能多的力 落在我们的坐标轴上 但是还有另外一条 让尽可能多的未知的东西 落在我们的坐标轴上 n和ft都是未知的 但是mg是已知的 这个向心力的大小 它也是已知的 是吧 因为我们应该作为一个已知量 去进行分析的 所以已知的东西 咱们就委屈它一下 未知的东西 咱们要成全一下 对吧 所以这样去分解 这样分解之后呢 沿着这个前面方向 应该是ft 减去一个mg 乘以一个cos 它等于向心力 我们最终呢 需要存在这个方向的加速度 是吧 这个方向的合力 这个合力呢 在这个方向有一个分量 分量真多好呢 等于m omega平方 l乘以3nθ是吧 再乘以一个3nθ是吧 这个是向心力 就是向心力 沿着x方向的分量 所以列出这个式子之后呢 同学们会发现啊 我们的ft是什么 等于mg乘以cos nθ 再加上m m乘以l 乘以3n平方θ 再乘以ωmg平方 所以呢 这个点 就应该是mg乘以cos nθ 这个线的解率 就应该是ml 乘以3n平方θ 明白了吧 那么这道题的话 属于计算难度 比较大一个题目 同学们听我讲完之后呢 自己再下去 把这个题目再算一遍 好吧 包括两半的函数 分别怎么表示 都自己去算一遍 算完之后呢 你对这种临界问题 基本上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那么下面是我们的第四题 也是一个临界问题 在匀速转动的水平圆盘上 沿着半径方向 放置了两个用细绳相连的质量 均是m的小物体 A和B 它们转到转轴的距离 分别是20厘米和30厘米 A和B之间 A和B与盘子之间 最大摩擦力 都是重力的0.4倍 那么现在缓慢的增加 我们圆盘的转速 当细线上出现张力的时候 请问圆盘的角速度是多少 A和B谁先滑动啊 肯定是外面的一个B先滑动 因为它这个半径比较大 所以它所需要的向心力比较大 所以它的摩擦力也比较大 所以它应该是先达到最大近摩擦力 B一旦达到最大近摩擦力之后 它就会发生滑动 就会拉我们的绳子 绳子就会出现张力 所以第一个很简单 就直接是 mω0的平方 再乘以一个0.3米 等于k 乘以一个mg就可以了 这多少呢 咱算一下呗 ω0的平方 乘以0.3 等于0.4 再乘以一个10 所以ω0的平方 等于3分之40 ω0等于 40 没有多少 怎么画 我看一下啊 2 根号10 根号3 ω0 所以呢 等于3分之2 根号30 弧度每秒 反正考试的时候呢 你就只能写到这一步了 是吧 因为考试的时候 它也不能用计算器 如果你用计算器 给它按一按的话 会发现我们的角速度呢 它会是一个小数 这边呢 就先不给同学们打出来了 这是我们的第一问 第一问问的是 B 已经达到最大进摩擦力了 绳子开始出现张力的这么一个瞬间 第二问 第二问说A开始滑动 A开始滑动什么意思啊 我们又把A和B看成一个系统 如果把A和B看成一个系统的话 所以它们的总的摩擦力已经不够用了 不用考虑绳子的拉力 因为绳子的拉力呢 属于A和B这个系统的类力 是吧 所以第二问应该是什么呢 最大的摩擦力应该是 两倍的Kmg 等于mω平方乘以0.2米 加上0.3米 当然这个是ω米格 数据这样的式子 我们再解这个式子看一看 2乘以0.4乘以10 等于ω米格平方乘以0.5 ω米格平方等于8 0.5等于16 ω米格等于4倍的弧度每秒 这是我们的第二问 希望我们有算错 我看一下啊 0.8乘以10等于8 8除以0.5等于16 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第二问 所以第二问呢 这个数字就非常的棒了 它应该是这么一个东西 还有最后一问 当A即将滑动的时候 刷断绳子A和B 运动状态如何 这很简单是吧 你这种刷断绳子的话 A它是睽然不动的是吧 因为它的摩擦力是够用的 B呢 它将会做一个离心运动 对吧 将会做个离心运动 所以答案呢 应该是3.65 就是我们那个式子 变成小数之后的样子 它有个4倍的弧度每秒 好吧